想跟他朝夕相处 天南地北的聊个没完吗 只要您坚持下去 一切就有机会 一切就有机会的 娘 我是您的女儿 您别再离开我了 别再让我变成孤儿了 好吗 娘 跟我一起离开吧 娘 小妈 我答应你 我会好好活下去 夫人 一会儿你们不要讲话 有什么状况我来应付 来来来来 小心点 来来来来 快点快点 走 走 大人 饭菜送好了 送好了 放心 来 走走走 来 走 好 走 谢谢啊 站住 怎么了大人 小刘 你们刚才几个人哪 就这么多人啊 没错 你怎么会儿 不对吧 什么不对 我怎么感觉人好像多了 没错啊 大人 通通把口罩给我摘了 这 这 大人 这帮我经过重症病房 刚接触过重症病人 这摘了不太好吧 好了好了 让他们走吧 我还给你们 让好 谢谢大人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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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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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李逵没有告诉你们吗 等我见到老爷子的时候 我告诉他 就算我不是他亲生的骨肉 他也是我心目中 唯一的爹 陶儿 你 陶儿 你不得无礼 娘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会开枪 开枪又怎么样 我愿意吗 我说过了 我们走上这条路 已经回不了头 既然这样 不达目的绝不终止 你们到底还想怎么样 你们杀了爹还不够吗 当然不够 只有是子外 你接掌代价的人 我全都要杀 不管是严小瞒 还是戴问天 娘 你疯了 对 我是疯了 陶儿 你给我认清现实 我们一旦心软 就会事故无存 知道吗 整大眼睛看着你娘 我会变成你不认识的人 我会变成你杀人不眨眼 心狠手辣的人 这一切为什么呢 就是为成就我儿子 成就我这个 现天不良的儿子 你娘 小心 小心 小北 不好的 阿妹 去哪儿啊 夫人 一会儿就带了 回来了 你坚持一下 回来了 回来了 咱们回来了 御书来了 娘 快了 快点 夫人 夫人 你们让开一点 快点 让开 都没记得 娘 快点 你们记得 一会儿把这里清理一下 把母脱下的地衣服 统统烧掉 先扶她进去吧 好 好 你们别跟来 我会传染的 娘 小蛮 你让我进去 你让我进去 我也想帮忙照顾我娘 温天 你走吧 娘用我照顾就可以了 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你去做你的吧 你让我进去看看哪 行了 你走吧 快开门哪 大夫来了 进咯 大夫 快进 大少爷 小蛮 大夫来了 快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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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少爷 您别太着急了 这位大夫 是我专程请来的 他有个偏方 专治白猴病 谢谢有叔 小蛮这孩子 真是勇敢 为了救他亲娘 他可连命都豁出去了 有叔 从小蛮去找你的那颗棋 我就已经知道 他为了救娘 已经报了必死的决心 娘 小蛮 小蛮 孩子 娘 我在这儿 小蛮 小蛮 娘 小蛮 娘 你怎么了娘 夫人 娘 小蛮 小蛮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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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娘 娘 情况很严重 你们俩赶快出去 我给他脚上肆椎 出去出去 别在这儿碍事 走啊 别在这儿碍事 娘 娘 快走 小白 我们先出去吧 走 娘 我们先出去吧 娘 娘 娘 小蛮啊 来 喝杯水啊 你要好好放轻松 你再继续这样下去 才妈会担心的 问天跟小霞已经去法院了 金龙又守在屋外 我们现在踏虎玩 都在为你担心 你可要好好保重自己啊 我知道了 才妈 嗯 大夫 我娘她怎么样了 我替夫人放了血 让她退烧 稳住病情 可是 这只是暂时的 夫人目前仍处于昏迷状态 难道没有根治的办法吗 夫人发病之后呢 没有及时就医 也没及时用药 现在病毒啊 已经进入肺部 不但咽喉肿胀 甚至出现全身中毒的现象 这才造成呼吸困难 你们按照这个药方 煎药让她服用 早中晚各医剂 希望我这药方 能发挥作用 大夫 我们还能做什么 只要能够救我娘 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 你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 夫人现在仍有生命危险 今晚就是最后的关键 如果夫人能平安度过 苏醒过来 那就没事了 可是 她如果一直昏迷不醒 那么 你们得心里有所准备 替夫人准备后事吧 哎呀 戴律师 你确定要这么做 大人 我状告的这些人 他们个个都穷凶极恶 不不不 戴家的二夫人 杨总管 神机银行的约老板 军部方的朱布头 戴律师 这控告的名单里面 除了这个叫李逵的 我不认识 其他几位 都是正商二界 和和有名的人士 这场官司打下去 整个上海滩 看来不被你嫌犯了才怪 大人 我只想给无辜的受害者 讨一个公道 你焉制糟糟 却空口无凭 我要这么相信你 我既然提出诉讼 那就是有备而来 对于我的这些指控 我人证物证俱在 在未来我都会想你一一指证 请大人放心 不不不 如果我就是不放心呢 要知道 法官不是什么案子 都可以收理的 有时候为了维护社会安定 我可以拒绝收理某些案子 大人您什么意思 老实说 我怀疑你提出高速的动机不纯正 大人 您的怀疑毫无根据 错了 我的怀疑有凭也有据 因为有人拳据你 谁 你们可以进来了 戴夫人 杨总官 戴问天 我们早就知道 你会恶人先告状 所以立马赶到这儿 来跟法官大人解释清楚 幸好我们来得早 要不然法官大人 肯定会被你的鬼话给蒙骗了 我们已经 把你跟严小曼那种种罪行 全盘跟法官大人说了 你把话说清楚 我和小曼能有什么罪行 行了吧 你就别再恼羞成怒了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你自己心里面最清楚了 难道要我们说的这么白吗 真不知道方德星怎么会有 你这种寡脸贤耻的儿子 我不准你侮辱我娘 我问你 你跟严小曼到底什么关系 我和她就是朋友 朋友 那你对朋友的定义 也太宽泛了吧 法官大人在这儿 你为什么不敢承认 你跟严小曼其实是交往在先 可是后来你发现自己的身份 这样你得不到代价的财产 于是你就怂恿二少爷 跟严小曼结婚 你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瓜分代价 不是吗 胡说 我和小曼是清白的 开口小曼闭口小曼的 叫得这么亲热也不怕漏了馅 我问你 我们代价哪点对你不好了 你从小被领尽代价 我们对你呵护备至 你居然恩将仇报 大文天 你的心未免太过有毒了吧 为了争家产 连你自己叫了这么多年的弟弟 都不放过 够了 法官大人 你千万不能相信他们所说的 他们的种种说辞 都是为了诬陷我和严小曼 我的诉状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他们才是真正的阴谋者 小曼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好 那你听清楚 如果真的让我查出你和严小曼之间 确实和谋献代价与不义 你真有诬告之情事 你将会当场遭到逮捕 大人 还有 这张统计令 你看一下 严小曼已经因为结囚遭到统局 既然他身为本案原告 那么我要求你明天 带他亲自到法院 以原告的身份提出告诉我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也就是说你要继续追查下去 严小曼就会出现 严小曼一旦出现 寻补方就会把他逮捕 这个事什么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快走 是啊 是 先跟着 等他到藏身处的时候 再动手 来 我妈的 快找 来 坐好 找到没有 都找过了 你有吗 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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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没有 又把他跟丢了 干什么似的 幸好温天大哥早就料到 要不然今天我们就惨了 他们真是不留半条活路给咱们 就连法院那边他们也事先防堵 那怎么办呢 法官都已经放话了呀 万一你提出告诉的话 那你要是被抓起来 那不就死定了吗 我看算了啊 别再告了啊 不行才妈 我一定要告到底 就算租借的法院 未必能还代价公道 但这个程序我依然非走不可 否则 杨总管那些人又要说我心虚了 这只会坐实他们的指控 让别人以为 我是为了谋取代价的财产 所以才说自己是代价的女儿 哎呀 你 你再好好想想 说不定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既然你知道这场官司 没有赢的把握 那我怕你白白的牺牲呢 啊 采妈 你先别担心 其实呢 万天有件事情 还没有告诉大家呢 啊 什么事啊 我本来是想等事成之后 再告诉大家 但事到如今 为了让大家放心 我就告诉各位吧 嗯 其实小蛮明天去法院 虽然威胁 但是有一个人可以救他 谁啊 君涛 嗯 怎么可能啊 君涛不是早就跟咱们翻脸了吗 他怎么可能救小蛮呢 君涛其实从来没有背叛我们 他一直都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这 怎么说啊 记得我最后一次到代家 我跟君涛去他的房间里密谈 我以为 君涛真的变了 可后来我才发现 我错了 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 我爱放哪儿放哪儿 你管不着 我是管不着 可是你把小蛮的话放在这儿 就说明你还爱着他 就说明你还良心未民 够了 你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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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桃 小蛮跟我说 说你答应他的 你要帮助我们一起救殿 其实你在我们面前总是装作冷酷 你一直到暗中在帮助我们的对吧 而且在你心里 我们一直都还是兄弟对吧 大哥 你一直都是我的大哥 可是 你不了解我的感受 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 把坏事做尽 可是我呢 我却无能为力 君涛 大哥 你不该再回到戴家来 你不该再踏进戴家的这个大门 他们随时都会杀了你 这实在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不 我必须回来 因为有太多的事情 我要跟你说清楚 现在我终于知道 大哥没有看错你 大哥 君涛 还有件事情 我必须让你知道 小蛮其实是爹和大娘的亲生女儿 也是戴家的女儿 你说什么 我娘当时生下的女婴 就是小蛮 大哥 你说的都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 所以现在你唯一能帮助我的方法 就是协助我 公开小蛮的身世 只有还小蛮代家女儿的身份 才能与二娘和杨总管他们抗衡 而且 这也是小蛮回到代家的唯一方法 大哥 你说 你说怎么做 我都听你的 你现在要做点头一件事情就是 狠狠地揍我一顿 就这样 君涛不得不出手打我 他边打边哭 但是我知道 他是我的兄弟 不管任何时候 他一定会卯足全力救小蛮的 好 原来 二少爷一直都站在我们这边啊 真是让人感动 所以 大家真的不用担心 只要君涛肯出手 任何事情都能迎刃而解的 今天晚上 我已经偷厨房的王师傅 带纸条给他 让他设法离开代家 我会在租界边上的桥盘等他 原来是这样 只要君涛肯大义灭妻 揭露他并非是代家的亲生儿子 并且控告他亲生父母的罪行 那么所有的事情将会来个大逆转 温天歌 你用心良苦了 你跟君涛都辛苦了 这没什么 最为难的还是君涛 杨总管绝对想不到 他的亲生儿子 有一天会在法庭上指控他的罪行 总之 等到明天 只要君涛站在我们这边 我们就能反败为胜 嗯 嗯 二少爷吃饭了 嗯 二少爷 不好了夫人 二少爷不在房间里 不在房里啊 哎呀 一定是跑出去玩了 嗯 他现在神志不清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快 叫所有人去找 就是鸭也要给我押回来 是 哎 大年先别生气 他儿一向贪玩 他也不是第一次偷偷溜出去了 待会儿回来 你可别骂他啊 啊 怕就怕 他不是一时贪玩 快点 啊 哈哈哈 李宗盛 你 没有 二少爷 你 啊 啊 是啊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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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涛 君涛 哥 爹他 爹怎么了 这里不方便说话 咱们还是去你那儿说吧 走 回去说 站住 戴问天 我就知道是你 这次你跑不了了 住手 你干什么 李叔 我这次找我大哥 是劝他跟我一块离开上海的 我再也不想做你们的傀儡了 我也不想让我大哥 为代家再做出无谓的牺牲 李叔 我和我大哥会走得远远的 有多远走多远 谁相信你的鬼话 让开 大哥 他们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 咱们走 站住 戴菊涛 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一旦你承认你不是代家的儿子 你就亲手毁了你爹的全盘计划 而我呢 我任何好处都得不到 既然这样 我留你何用 李逵 你要找的是我 你就冲着我一个人来 行 让他立刻回代家 让我回代家 不可能 戴菊涛 万一你把我逼急了 我不管你是谁爹养的 我照杀不悟 滚开 你是真打算杀了他吗 非杀不可 你笑什么 哥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你会拥有 我不会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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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认识 哥 等等 为什么 干嘛 给我追 走 走 哥 你快走 上 哥 你别管我 你走你的 要走一起走 上 上 哥 哥 我们来了 军头 我不会丢下你的 走 军头 抓住他 顺便把那个小子给救下来 骂他 来 上一点 来来来 来来来 有点啊 抓住了 来来来 温天 这些人都被救上岸 才放心离去的 小蛮 看来我们的计划被他们石穿了 明天法庭里不能去了 哎呀 小蛮哪 照他这么说 既然二少爷没有办法来 那你到法院 不能自询死路吗 不行 财妈 如果因为对方危险 我就退缩的话 我怎么替我娘申冤 怎么救我爹 怎么替代家平反呀 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很担心我 可是你们不妨想想 最坏的情况 也就是我当场被抓 猪头死就算再怎么恨我 但因为这是一桩众所周知的案子 所以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财妈 温天 我们不能再犹豫了 我娘现在还躺在里面昏迷不醒 这是她最后交代我的事情 也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 既然这样 我决定了 明天想想还有什么办法 让你全身而退 要不这样吧 我回去一趟 回去劝我爹 小霞 你爹不会听你的 不管他听不听我都要回去 劝他悬崖勒马 我走了 小霞姐 小霞 你别傻了 你爹不会听你的 小霞姐 你一直让我不要冲动 让我冷静点 怎么你现在这么冲动呢 你先别着急 咱们有事慢慢商量 你现在回去 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你一旦回去 你爹就不会再让你出来了 就算他把我软禁起来 我还是要回去 你这是何苦呢 这些天 我看着大家来往奔波 我却帮不上什么忙 我心里很难过 温天哥 我也想像你一样 替小蛮做点什么 替大夫人做点什么 你们就不要再阻止我了 再怎么说 我都是我爹的女儿 无论她再怎么利欲熏心 都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你们放心吧 我走了 荒唐 荒唐 要不是李逵够积警 涛儿岂不是站到我们的对立面去了 难怪李逵对我撂下狠话 李逵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 要是我们再不好好管教涛儿 就别怪他下狠手 他敢 我太了解他了 李逵一辈子浪迹江湖 没有什么事情他做不出来的 要是涛儿 再怎么荒唐下去 我担心李逵真的会对他下狠手 那怎么办 咱们是不是要赶紧劝劝涛儿 劝 我劝得了他吗 现在涛儿的所作所为 只说明了一件事情 他没有把我当作真正的父亲 大年 你别急 这个时候责备涛儿也是没有用的 给他点时间 他会慢慢接受你的 我可以等 但李逵等不了 涛儿要是再这么胡道下去 你我就等着 等着给他收尸吧 你行了吧 别老哪里回来吓人 既然你劝不了他 那让我来 我相信他一定会答应我的 你这么有把握 因为至少他还认我这个娘 不方面有的 情 único 也忽然就不肥了 也仍然就不肥了 你们不能称许 那人不肥了 那些人有什么柔的 有什么好呢 桃儿 娘知道 你对我们的做法有些不认同 但有些事情 娘一时也说不清 以后你会慢慢懂的 眼下我只希望你能够管好自己的行为 跟我们配合 等到一切过去了 娘 你要什么 娘都答应你 这样行吗 娘也是想保护你 你千万不要以为离亏只是随便说说 你若真的把她给逼急了 她会杀了你的 那正好 我死了 一了百了 再也不会痛苦了 你怎么说 就不怕娘难过 桃儿 桃儿 你难道不知道 你就是娘所有的希望 你凭什么在我的面前替死不死的 你的眼里全然没有娘吗 妈 你把我当地认是不是 你说话呀你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再也不想这样了 我跟着你们这么一路走过来 受尽了良心的煎熬 我感受到的不是幸福 我感受到的都是痛苦 我怎么活下去 还有什么意思 还有什么意思 好 你那么想死 娘 娘就陪你一起死 你一起白发人送黑发人 娘信啊 娘 不要 不要啊 别拉我 娘 娘 别拉我 娘 我全都听你的 我什么都听你的 桃儿 你真的愿意答应娘 我全都听你的 我什么都听娘的 桃儿 娘要你全心全意 带你秦爹为父 绝无二心 娘还要你 担负极代价的重责 做一个令人敬重的男主人 你愿意 我愿意 娘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桃儿 不是娘比你 只是我们一家三寇 现在是生死与共 我们谁也不能丢下谁 娘是希望 退一步海阔天空 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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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侠 你可回来了 爹都担心死了 你看你看 都几点了 爹要是真的在乎我 就不应该做出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更不应该伤害问天歌跟小蛮他们 怎么用这种口气跟爹说话 爹 就算我求求你了 放了问天歌跟小蛮 好吗 小侠 你怎么还那么死心 还想着问天歌呢 对 我是爱问天歌 可是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去爱他 只有小蛮才配拥有他的爱 其实我应该恨小蛮的 可是 我怎么都恨不了他 这些天 我看着他跟问天歌 那么努力地想救出大夫人 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我不但恨不了他 反而有些敬佩他 看看我自己呢 不但帮不上什么忙 还看着爹任意地迫害他们 我心里就觉得好惭愧 爹 女儿心里真的好难过 小蛮啊 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我不想看到你难过伤心 爹的意思是说 同意听我的劝 悬崖勒马 不再为难他们了 你还年轻 容易感情用事 可爹跟你不一样 爹是着眼于我们父女俩 长远的未来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我怎么说 您都不会回头的 是吗 不可能回头 爹 别说了 虽然你现在不认同我的做法 可我这场硬仗 还是要打下去 而且只能赢 不能输 爹 那我也要告诉您 如果你一孤行 就算你赢了全世界 你也会失去我这个女儿的 你是在威胁我 不 爹 我是在提醒你 得失之间 你不能只拿利益来衡量 就算你只在乎利益 就把整个事情 当作是一笔交易 那你也得留一风险才行啊 什么意思 小蛮也决定要打赢这场官司 而且我相信 他一定会赢的 如果他真的有这一天 爹 你将失去一切 是吗 不过对我来说 这还不是什么真正的风险 我下的赌注 比你所看到的 要大好几倍 什么 打从一开始 我就知道 这是一笔高风险的投资 不过 投资越大 利润就越高 爹 你说什么 我听不明白 以后你会明白的啊 别累了 我先去休息去了 至于你 愿不愿意回家来住 爹绝不勉强你 我这岳家的大门 永远为你敞开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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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跟您说的话 您听得见吗 您已经昏迷两天了 大夫说 您再不醒来的话 可能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可是我不相信 娘 女儿就要进租界了 这一去 也不知什么时候 才能再回来 其实我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 娘 如果我回不来 您怎么办呢 我知道 温天和东梅都会照顾您的 可是我也想陪在您身边 是 您听见我说话了吗 我多想让您 睁开眼睛再看我一眼 您 您再看我一眼 我就可以安心地走了 娘 您听见我说话了吗 娘 我走了 您自己好好保证 您 我走了 您 对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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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好起来的 多美姐 我娘就交给你了 嗯 你 我损了 你 想完哪 才妈真的很担心你 我怕 再也见不到你了 才妈 您别担心 你不是一向都说 我八字够硬吗 遇到什么事情 最后都会平安无事的 您放心吧 采马 您别哭了 别难过 您就在家安安心心地 等我的消息 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好 好 我您好